我教你三句话 就可以把别人店里的顾客 全部变成你店里的顾客 是不是 不然的话你这里有顾客吗 你出来 没有 没生意是吧 比如说 这三句话你一定要听明白 学会 比方说那个店里是由美发店那边 那个美发店老板 你去找他 比如说你是美发店老板 我就是你 我把跑过去 我说兄弟 来来来 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能够让你的店里面 和我的店里的生意都增加 流量都增加 行不行 那美发店老板肯定说可以嘛 对吧 你过来 第二句话来了 你告诉这个美发店老板 你说但凡是你店里面的会员 到我店里面来 这个汤底钱我不收了 你这火锅店是不是要收汤底钱呢 是吧 我不收了 只要是他的会员 美发店老板愿不愿意 那你好像感觉好像有点亏是吧 第三句最关键的第三句话来了 这样啊 你刚才那个愿意是吧 那我店里的顾客 但凡满300消费的 我签过字的 到你店里面去免费洗个头行不行 他愿不愿意啊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把它确定是吧 你再告诉他 但凡有人拿这个单子过去的 你给我收好 我们月节 10块钱一个我贴给你 那肯定可以了 你愿不愿意贴给他10块钱一个 肯定可以啊 消费300是吧 可不可以啊 可以 相当于你这个店里面开的家美发店啊 洗头店啊 就洗头嘛是吧 洗头免费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 所以啊 我跟你讲 开门做生意啊 就得用这招叫一夜联盟式引流法 当然这个有三个注意点 你一定要注意啊 首先你不要别人的流量顾客 只要别人的什么 会员 对对对 会员顾客 再一个啊 你需要了解的是什么 你要学会让利 把利益点先抛出来给他 然后再来谈你的要求 因为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 而且你要找到的是天然互补型的商家 什么叫天然互补的 你店里面 你看你看 你店里面吃完火锅会怎么样 有油啊 有油 出汗 所以说去洗个头应不应该 肯定啊 那些美女顾客 你觉得他会不会去洗啊 一定会去洗 开心的不得了 哇吃个火锅还可以去洗个头啊 哇多好啊 是吧 免费的生意可不可以报 第三个点你一定要注意啊 这三个点叫九字口诀 你记着了好吗 你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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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旁边那个洗车店 可不可以去跟老板聊一聊 肯定可以啊 那边还有一个叫做 好像是卖烟酒的 高档烟酒 卖毛子的 能不能跟他去聊一聊 认不认识啊 认识啊 认识是吧 跟他聊嘛 跟他你说嘛 主动出机嘛 比你坐在门口 你看你的店里 坐在门口坐等顾客来 你看热不热 又不招呼 又不发传单 所以啊 一切生意来自于哪里 别人的店里面 现在这个时代不太好搞了 对吧 对 没生意 特别是餐饮的 太惨了 人家也一样的 全部都是 没生意的 所以说你们要抱团取奶 你可以跟几个老板 和谋和谋和谋 喝喝茶 聊聊天 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好不好 好好好 吃火锅去 不吃了 今天免费啊 免什么费啊 改天再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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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